無辜事情也是會這樣發生的 所以其實就是接受他這樣子 所以這樣吵枕多少錢 一場記者會是沒有多少錢 沒有你想的那麼多 我還付得起房屋貸款 曾鮑儀英皇子交水流主持幫 暴予張秀燕死俠對話 你一定心情好嗎 很好啊 因為好像丟了一些瘋 會佼佼的吧 因為我們真的跟主辦方也很熟 然後所以其實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確也跟他們討論過 那人家花了這麼多錢 請了大明星來台灣 當然也希望Focus在藝人跟產品身上 主要也是了解台灣的媒體生態 所以呢 因為太了解你們了 所以我們也是自己很貼心說 我說沒關係 那就先這樣 因為以他們的產品銷售這麼好 一定還會再來 到那個時候應該不會再有廚師了吧 無不無辜事情也是會這樣發生的 所以其實就是接受她這樣子 所以這樣吵就多少錢 一場記者會是沒有多少錢 沒有你想要那麼多 我還付得起房屋貸款 哈哈哈哈 那你有關心小燕姐嗎 她最近還買房屋的衣服 有啊有關心啊 我都會跟她說 希望她能夠好好吃飯 好好睡覺 然後有事情想要找人聊天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 這樣就這樣 然後她都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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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